安就是一包 對耶 我們安都會覺得說美國人特別喜歡刷卡 而且呢刷得很過頭燒這個破產 真的是這樣子的嗎? 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我要從亞洲飛回馬里蘭州 然後要在整個洛杉磯要轉機 我那個時候想買一包抗生糖 那我沒有現金 然後我給那個訂閱我的信用卡刷了 然後我簽了英文名字 就習慣了 簽了英文名字 然後他就看了我的信用卡 看後面看後面看了 然後他就看了我簽了那個名字 然後看我 然後我那個時候又開始很緊張 然後他就問我 他說 先生 你的信用卡為什麼有中文名字? 有中文字 然後我感覺就是他快要抱緊 就是有那個小話 我覺得你又不講了 結果就是我就等他解釋 我說因為我剛從中國回來 我在中國學念中文 是 然後可是最奇怪的是 他就相信我 他說 好 這樣就好 對 可是我自己覺得他應該就讓我在他面前就簽了個中文的 就看我到底會不會學中文 是 可是我覺得還好我沒有買什麼 Rolex 那個修表 不然我真的已經走了 他不會聽我講話 可是因為可能是口香糖是很便宜 所以他放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在檢查的時候其實是很鬆的 他沒有那麼仔細的在看 有些人就不會看 就是只要你的話他信了 OK 是有寫的亂簽都會過嗎 你們覺得 真的有啊 我最近有寫過 就是我跟朋友在 你寫個Mickey Mom 我寫個少年 都沒有檢查過 我之前在百貨公司工作過 然後就是我會檢查 然後如果那個名字都不一樣 我也有點不好意思問他們 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會不爽 他們會說 為什麼 你怎樣啊 然後我就 好 那就應該就是你的信用卡 好 所以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怕被罵 就怕被罵 真的是我們跟台灣文化不一樣 我們非常常用信用卡 對啊 所以不要太嚴格 如果我們沒錢用吧 如果太嚴格太關 管自己的事情 就很麻煩 就我們自己見面也不好認 不是嗎 不好意思